因為魔術就是在現實的世界裏 展現一樣超現實的東西 所以這是魔術最大的秘密 魔術神質 我叫Henry Harris 我是香港的全兵魔術師 我七歲左右開始接到魔術 到現在二十多年 差不多玩了二十多年 大概是2012年左右 正式出來做全兵魔術師 因為沒什麼做 沒什麼工作 而且不太懂 有很多時間 我就去打比賽 當時就贏了香港冠軍 多人認識了 同一年就拍《家庭魔法禍》 又多了一些人知道 接著就是打亞洲賽 拿了冠軍 接著就再打Fissom世界賽 那一五年已經 打到Fissom世界賽 拿了第三 因為當時我的比賽流程 就是關於劉敵城 一面一模一樣 不過一面不是最實際 我們有兩面 那我便打到分開 然後就會知道 哇Henry就是玩劉敵城 為何會不停發明魔術 當然會有另一個收入 因為其他人買了版權 那會有主意 但其實我的印象最原始去發明魔術 就是我想有一些新的東西 只有我才能看到 這是我作為一個魔術師 你也希望你的魔術是很獨特的 你這樣問我 是啊 你排在做很乖的嗎? 想玩上最棒的 為什麼呢? 我自己最喜歡是Close Up 魔術 Close Up 魔術就是近距離的魔術 就是這樣很近的 像鬥鬥地做給你 因為我自己開始就是Close Up 魔術開始 我有十幾年不是用魔術來做我的工作 那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肯給你新的朋友 我肯給你新的東西 那是我最喜歡的感覺 很多人覺得魔術我們會瘋狂地練 但其實不是 真正的練習就是 真的走出去做給觀眾看的時候 你習慣了那個感覺 那那個就真的變成你的能力 那那個就會是你的tricks 1號 第二個呢? 7號 然後呢? 8號 8號 26號 26號 36號 36號 最後一個是甚麼? 39號 為什麼?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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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現在才知道的東西 以後我又告訴你 就是魔術不是真的 因為… 不是的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會變成真的 你可能變成真的 很恐怖 他們是會覺得是真的 但很殘酷 因為魔術就是在現實的世界裡 展現一樣超現實的東西 就是你那一刻看到那兩秒鐘 你的腦會… 噢… 這樣 因為你很少在現實世界 可以有這種經驗的感覺 但是呢 你變成魔術之後 它那個感覺呢 那個感覺是真的 為什麼? 沒有可能嗎? 是 送一張給你 是嗎? 是否很失望? 在魔術師就是這麼失望 我沒有說過魔術是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